Coinbase是美国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昨日以直接上市的形式,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 直接上市,大家可能是比较少听 但其实大家或许都对它不陌生 情况就类似香港的以介绍形式上市 即是说,只是上市,没有集资 通常以这种方式上市的企业,都已经很有话题性,广为人知 已经做过几轮融资,所以资金是非常充裕的 大家要知道,公司上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集资 而这些公司因为已经够资金,所以就不用再请投资银行去承销股票 就减少了上市的成本 但也正正是因为没有承销发行的部分 所以也没有传统IPO的股东禁售期、稳定价格期等等 前期的投资者就可以随时卖出股票 而直接上市,股票是没有招股价的 以今次Coinbase的例子为例 它在私人市场买卖价作为基准 上市参考价是每股250美元 大家画面上都看到 这一个就是隔晚Coinbase的股价表现 开市价和收市价就用了蓝色字和蓝色框 这一支是实心,实心即是阴烛 换言之,开市价是上面的381元 328.28元就是收市价 而绿色的两个数字就分别是最高价和最低价 说起Coinbase,大家可能会留意比特币的价格 比特币继昨天破完顶,高见64000美元之后 今日就轻微回吐 画面这张是截至今早早段的走势图 因为收市的时候都整不及了 但都不一一样,其实都照交易 所以没什么分别 这是截至今早早段的走势图 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就大概是62500的水平 对于Coinbase上市 令到比特币昨天又再创新高 市场就有些不同的说法 有些就说,上市这些东西是一次性的 直接影响就不太大 而有些就说,不是的 有其他交易所都计划明年上市 而且今次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上市 令到市场有更多人认识比特币 形容是纳下李晴碑那样 不知道你又买哪一辈呢? 怎么也好,比特币的价格走势持续走高 是不增的事实 大家刚才看到的图都是一浪高一浪 但具体的走势预测 我不分析了 因为它的投机味太浓 而大家要留意 比特币等等的加密货币 最大的敌人是 央行 印度据报已经计划立法禁止加密货币 持有人需要在6个月之内清仓 连挖矿也列入违法行为 如果更多央行出手,就不排除会拖累比特币的价格 虽然比特币价格的回吐百分比不太大 暂时为止 但今天在本港上市的比特币概念股 就全线回吐了 是不是已经炒完呢? 画面上看到又是我们经济通HV2 报价系统的更多板块的功能 这个是热炒概念股 没错,又是HV2 老是想出现的 大家稍后会多见到HV2的其他功能的画面 我们有同时设置了不同热炒概念股的list 这一版是比特币概念股 画面上,这几只股份是按着市值大至小排列 最大的是尾图1357 但都只有120多亿 其余那些都是只有数十亿 甚至最低的一行 其实只有数十亿的市值 细市值的股份 股价就更加容易被庄家无高弄低 风险自然就非常之高 另外,我们集中看中间框住的两行 分别是主动买沽比率和正主动买入资金 主动买沽比率之前都教过大家 基本要求是55比45才叫做理想 而这几只全部都是不理想 最差的是2098卓尔致乱 主动买沽比率只有19比81 反映沽加的态度非常进取 而正主动买入资金方面 全部都是负数 代表这些全部都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出 而这么多只股份里面 其实刚才都做多些功课 看看昨天的表现是怎样呢 昨天的时候 是除了刚刚提到的2098卓尔致联 和1647雄岸科特之外 其余都是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即是说资金今天转为净沽货的多 如果大家真的要炒卖这些概念股 必须要留意每一间公司具体业务 关不关比特币事 集中看刚才提过两间市值 比较大的概念股是做些什么 先看美图1357 它是直接买加密货币的 暂时已经累计斥资了1亿美元 换言之,加密货币的价格升,它就会受惠 但是反之亦然,即加密货币的价格跌 它亦会受惠 而火币科技1611,它的主席兼大股东李林 就是火币网的创办人 公司上个月获批管理涉及虚拟资产的投资组合 但其实它之前是叫做同城科技 是工业股,2019年11月的时候才改名 而去年全年那份业绩,收入占比较大的业务 仍然都是销售能源相关和电动电子产品 占了接近八成八 所以,究竟它是不是只是比特币相关的股份 还是只是炒的概念 大家要非常留意相关的风险